春节里谁都少不了要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来吃顿饭 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碰到停水或是水管漏水的情况 那肯定是特别的烦心 好在我们有一条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供水热线 有事您只要拨打一个电话962740 或是直接上网 at一下他们家的微博 剩下的事就交给维修师傅们搞定吧 春节期间供水热线每天都要处理600多单的报修和投诉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过上舒坦年 全市近千名水务接线员和维修人员都默默地放弃了休息 上午9点半 家住杨浦区国定路的秦阿婆打来热线电话 说早上起来刷牙洗脸时 凝水龙透发现自来水开不出来了 晚上女儿女婿还要来吃晚饭 可现在连菜都洗不了 这可怎么办 秦阿婆原本觉着春节人手少 可能需要等上很久 没有想到不到一刻钟 维修人员就赶来了 经检查 原来是秦阿婆家水表的阀门开关出现了故障 出水口被堵死 师傅换了一个新的阀门心子 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这边问题刚解决师傅的电话又响了 调度通知他马上要去下一户居民家里 看着小伙子春节礼连顿午饭都顾不上吃 秦阿姨一定要往他口袋里塞上一把糖 要十几家左右就这样子 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上班下班的时间 我们只有按个用户的要求来吧 用户要求需要我们了我们就过来 记者计算了一下 从街报到抢修完成啊 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时间 在这个神速背后呢 是无数像这个维修师傅一样 在节假日放弃休息 默默无闻付出的人 春节期间 供水热线962740的总调度室 每天都有20多名工作人员值班 此外供水热线还在东方网和新民网上 开通了官方微博 用户名是上海供水 值班人员除了接听记录市民的每一通来电外 还会实时刷新微博 回复网友的留言 如果市民是通过爱特上海供水微博账号 来报修水无问题 也会被第一时间记录到热水处理平台中去 在微博上面报修的话 我们这边是有定时更新的 如果发现网友 他如果及时发现有漏水 或者是其他问题的话 他会以图片形式上传到微博 然后我们这边就打开之后 发现它的具体位置 然后再用私信的方式回复网友 随后热线处理平台系统 会自动将每条报修记录 按照区域分派到各区县的维修人员手里 春节期间 全市有近千名维修人员在各区县待命 以保证能及时上门处理报修 过节期间大家都很忙 居民这边的应急报修也是比较急的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能满足的情况下 几单一般是将近 安排在两个小时之内师傅到场 考虑到今年春节上海天气严寒 一旦出现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 容易发生冻水管等情况 上海供水热线还准备了应急预案 可以根据天气情况随时启动 把值班接线和维修的人数再增加一倍 应急预案启动的话 这些排班人员就正常上线了 还有我们这一块是我们的管理者 他也要作为应急预案的作息 一旦是启动这个应急方案的话 他也要上线 也就是说 还有近千名工作人员 虽然春节可以在家休息 但是碰到突发情况时 必须随叫随到 为了验证 记者随机拨通了应急预案上 一位待命工作人员的手机 单位里是有一个应急排班的是吗 对 我们随叫随到打电话 然后手机留在外 然后我们是要 如果有应急暴冷的话 我们会要去单位的 那如果要随叫随到的话 那你过年期间你不能外出旅游 或者是连短途游都不行了 基本上我们就外出了 从大年夜到昨天 962740热线已经接到 两千多个报修电话 这是在这套机制的保障下 修复率达到百分之百 市民的满意率也达到了百分之百 供水热线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开通一条报修电话其实很简单 而难的是 怎么让拨打这条热线的市民 都能够满意的解决问题 一天两天让老百姓满意 也很简单 难的是 不管平时还是节假日 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 热线的服务质量和维修效率 都能始终如一 不打折扣 而我们想说的是 这种始终坚持 让群众满意的准则 值得各行各业服务热线 来借鉴和推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